已經停水將近五天 好不容易有水來了 搬出臉盆水桶 連老舊洗衣機也變成除水槽 洗澡上廁所真的很不方便 附近居民抱怨連連 多了兩天的衣服 只能親自熟悉 因為水龍頭根本沒水可用 高雄岡山石潭路 正在進行道路拖寬工程 25號陸續開挖 停了兩天水又恢復兩天 28號再度停水 沒想到一停就停到4月1號 更慘的是隔天還要停電一整天 那麼多天的停水 再停電的話 明天又是連續假期 是怕說會引起民怨 因為我們28號 這個時候已經有復水了 大概是從29號有連續到今天 1月早上6點的時候 我們有開始復水 自來水公司4月1號暫停施工 先回復公水 但隔天又要繼續停水 讓附近居民氣到大海抗議 而在小港大平頂附近 1號早上8點多 也遇上五預警停電 店家抱怨生意根本做不成 停到我40分鐘左右 因為我們做生意向來 我們說還沒通知 我怕去你中那裡 你中說他那是暗示 太有電了 台電緊急派人搶修 總共造成小港地區 1910戶停電 而兇手也找到了 竟然是這隻松鼠 已經奄奄一息 因為他觸碰到裸露在外的高壓電線 導致保護開關挑脫 你怎麼相信 這幾遍啦 你怎麼這麼多 這一停大約50分鐘後 才全數覆電 沒想到又是小動物惹的禍 真的讓附近居民直呼太誇張 TVBS新聞愛招型徐季洪宋家娟高雄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